诶 鄉親啦 大家平安 大家平安 我是鄭苗鴻 展教授 電機博士 今天咯 咱就請在咯 蘇法改革黨的主席 張靖 張大律師 來 張律師 跟你鄉親問好一下 各位鄉親 大家好 我們鄭博士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是安嘴啦 今天咯 我這個 有鄉親打電話給我啦 說這一次買了一堆臭雞蛋 這些臭雞蛋 農業部的部長陳吉仲 他說他引用的什麼東西 法條什麼東西都不對 鄉親甲長來告訴我 萬一吃到臭雞蛋 說有四個月的 有九個月的 到底是怎麼搞的 怎麼會採購法規 我們剛剛 我們張大律師 剛剛特地又查證了採購法規 不對了 所以說 來來來 俊哥 你來解釋一下這個案子好不好 按照政府採購法 第七條第二項的規定啊 說 本法就是政府採購法所稱的財物的 買售的這個財物啊 是指各種產品 但是它下面有個瓜糊 對 說 生鮮農魚產品除外 生鮮農魚產品除外 農 魚產品除外 農 雞蛋就是農啊 雞蛋是農喔 對 他是除外喔 對 他除外 那條採購法可能有引用說喔 不必用採購法規或怎麼樣 我想啊 所以會把它除外 主要的原因就是 很多的農產品都有它的有效期限 生鮮有效期限 對 因為它是生鮮的嘛 它的有效期限很短 所以它不適用政府採購法 因為政府採購法通常它的程序會被拉得比較長 等你這個 比方說這個得標 這個 產品都壞掉了 都壞掉了 所以它有一個除外規定 但是限於生鮮 如果不是生鮮的 比方說 進口的葡萄機子 他講對喔 他不是用採購法 因為它是生鮮農魚產品 所以它不是用採購法的結果呢 所以就給了政府很大便宜形式的空間 對 本來台灣現在缺雞蛋誰的責任 農業部的責任 農業部 對 我們台灣幾十年來 從來沒有缺過雞蛋的 這一兩年 從上次缺雞蛋到這個月 大概半年吧 有沒有半年 他不是講 不是講超權部署 對啊 怎麼超權部署是這樣子 我從小到大 可以講大概 沒有缺過雞蛋 從今年開始還是去年開始 才開始說 說台灣缺雞蛋這件事情 這個實在是很難 以前我們小時候也好 到我成年 甚至60歲之前 我都從來沒有聽過 台灣會缺雞蛋這件事 對啊 以前我還記得 我小時候 在台南市 公菜奇亞 那個賣蛋的 都是一個 像稻子鋪在那邊 然後讓我們一斤一斤這樣挑 對啊 從來就沒有想過雞蛋 雞蛋會缺 到底 為什麼這兩年的雞蛋會這麼缺 我們的農業部 到底對於雞蛋的產銷 有過什麼樣的政策性規劃 來讓說 雞蛋這個東西 是一個民生最基本的 最很重要的食品 不應該讓它缺 它的缺 其實幾乎跟缺米 缺麵毒 這是國安問題 差不多了 這是國安問題 因為有太多的食物 跟雞蛋有關 那我們幾十年來的沒有 從來沒有聽說過 台灣會缺雞蛋 那這幾年缺雞蛋 就代表著說 你這個政府 根本沒有用心於 國際民生 就是我們老百姓 柴米油鹽醬醋茶 其實還不包括蛋 但是蛋 絕對不輸給柴米油鹽醬醋茶 一個人可以 可能幾個禮拜不喝茶 不吃醋 可是一個人說 完全不吃蛋 除非他是純粹素食者 否則基本上 但是我們小老百姓很重要的 政哥 我們現在才看 他說 依照採購法規這一條 不適用 所以說 他可以自己去密商言 自己去行密商言 所以說他又找到了超市 對 他就避免了 避開了這個政府採購法的規範 對 他就可以為所欲為的去找 自己去找廠商 將人擎翻四季 寞人口 台湾建立國立國 法定國民運責 高雄的文化 驚順才有前途 台湾民族主義 好像說有找了一起有九個廠商 那其他八個現在 大家不知道是哪八家 到底有沒有出問題我們不知道 可是超市這一家 很明顯的出了大問題 資本額五十萬元 去做了六億的生意 而且說八千多萬顆蛋 佔了整個 這一次雞蛋採購的 好像我看資料顯示 大概佔了六成 它一家跟那個八家蛋 那個八家加起來好像才四成 它一家就可以到達六成 佔了整個 就是農業部認為 需要進口多少雞蛋 它一家公司就佔了好像六成 這一家超市 只有五十萬隻保育 它在南部的 鋼山的那個公益 而且我看相關的資料顯示 它在簽約的時候 還是停業狀態中 停業狀態中 還真有一套 有大生意來做了 六億的生意 來來來來來 起床起床 它本來公司成立了 就辦停業 辦停業呢 簽約的當天還是停業 然後第二天才去復業 你就會顯示說 他們真的是密室謀商 先把約簽好了 都沒問題了 他們才申請復業 你說這是一個什麼 什麼爛政府 什麼 找了一個什麼爛公司 這是混蛋 這是混蛋 這混蛋政府 混蛋政府會不會被告 不會 我們講它混蛋已經算是 很客氣了 很客氣了 這個政府簡直完全 致人民死身於不顧 這八千萬顆的蛋 要銷毀 又是一大筆損失 誰的錢 還是我們老百姓納稅錢 對不對 鄉親啊 你不要以為 你沒有交到稅 你到7-11全家便利商店 去買東西的時候 一百塊錢就有五塊錢 是交稅的 營業稅 增值稅 加值稅 5% 所以說呢 我今天真的要講 我去跟很多人 談政治的時候 蠻多的 特別是生意人跟我講說 不要跟我講政治 不要跟我講政治 可是政治 關係到你的屬於自行 然後我就跟他講 我說 朋友 或者我說 兄弟 兄弟 我告訴你 生老病死 柴米油鹽醬醋茶 食衣住行欲樂 哪個不是政治 真的 我跟你講 哪個不是政治 請你告訴我 你說你不想碰政治 問題 你離不開政治 對 誰今天 在今天的社會 在今天的這個民主體制之下 從人的一出生 從人的一出生的補助 到死亡的津貼 甚至幫你買棺材 都跟政治有關 是的 對不對 社會福利本來就是一個政治上 怎麼去設立一個社會福利的部門 怎麼樣去施行社會福利政策 同樣的農業部 所有的農業 他可能就是 柴米油鹽醬醋醋茶的縮寫 你不管政治 他就讓你吃臭雞蛋 對不對 你不管政治 台北市的老年年金 你就沒有了 對不對 哪個跟政治無關 請問 這一次的日本的河廢水 排放出來以後 慢慢都會污染到 至少東亞地區 所有的東太 應該這邊來講 算是西太平洋 西太平洋的這個地區 全部都會受到河廢水的污染 甚至跑到了美國 這個阿拉斯加 美國現在最 現在首當其衝的反而是美國 現在好我們回歸蛋 回歸蛋 回歸這個混蛋 來這個臭雞蛋 真的 這個陳其仲 說打報告要辭職 結果未留 然後說要回去中心大學 經濟系去教書 我是拜託他不要回經濟 什麼中心大學 不要誤人子弟好不好 這樣子 而且你回去還有什麼私道可言 私道的尊嚴 我相信人家都跟你吐口水 真的 靖哥 如果有人吃到四個月的 甚至於九個月的臭雞蛋 如果萬一一命掛了 當然可以 我們斯瓦改革黨 是不是應該要替聯名 幫大家 我們管 scripture 我們在我們心愛 我們在我們心愛 我們既出情意 我們出情意 我們出愛 有关鸡蛋这件事情 从超师到台农 这台农这个时效标示 这个标示的这个时限过期等等 这些都凸显出 政府的施政的无能 我还是无耻 当然 这里面难道没有上下起手的空间吗 那就无耻 绝对有 那就是无耻 拿人民的生命来开玩笑 如果万一吃到臭鸡蛋 如果挂了 怎么办 如果 申请国家赔偿 当然可以申请国赔 而且从这件事情显示 显示出 我们今天的政府 在食安问题 不只是食安问题 是卫福部的问题 也是农业部的问题 也是很多部门经济部的问题 这一些问题造成了人民活在恐惧之中 真的 人民活在 我刚刚不是跟你讲吗 多少人怕 我的小孙女回到家 那天一时高兴就吃了四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这个蛋清 蛋清 蛋清 就是 妈妈咪喔 不是 电锅煮熟的 他不喜欢吃蛋黄 他吃蛋清 蛋白 他吃蛋白 吃得很高兴 一吃 我一看到他就一再吃一再吃 吃到五六颗 他夭壽啊 我看那个蛋好像长得不像台湾蛋 不 现在的问题就是 我们也许专业人员可以看得出 巴西蛋跟台湾蛋有什么不同 可是对我们这些 深斗小民来讲 要我们去区分这个是巴西蛋 这个是台湾蛋 或是这个是澳洲蛋 我们大概很难分得出来 从我出生到现在 我第一次感受到 鸡蛋威胁到人民的生命 当然 上次打疫苗也是威胁到人民的生命 然后呢 最后由郭台铭啊 台积电啊 慈济 慈济 三家一个人兼五百万剂啦 蔡英文还在作对呢 要是我现在这个政府怎么会这样子啦 听说话啊 拜托的啦 拜托的啦 所以我们 我们司法党 改革党可以介入的 介入的空间 就是帮人民要在司法中讨回公道 是的 那要如何讨回公道呢 我们首先我们需要看到 包括陈吉仲这些烂的政府官员 到底有什么样的罪责 是 我们第一个立刻想到的就是土力 对不对 土力 土力 土力超市 土力超市 我看是自己人喔 对 都是土力自己人嘛 我就讲 超市的背后绝对有人嘛 不然一个五十万元的公司 他去买六七亿 八千多颗蛋 六七亿元 他钱从哪里来嘛 听说都是农委会直接出的 没有错啊 他直接付的啊 他完全是过水 他五十 他只是换送证件的 他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头啦 对对对 因为你五十万元的公司 你能够出什么钱嘛 对 那如果说你真的可以筹资六七亿 那你就要拿出来 六七亿从哪里来的嘛 对 事实上证明都是公交点 就是啊 所以你们还 还有包括了补贴一点七几亿好像 还有补贴他的款项 怎么办啊 我们这个政府啊 还有保证他什么 什么三千八百分之八 三千八百万 三千六百万之类的 你看这样子的图利 一个私人公司 而这私人公司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人公司 他背后 他背后有多少 有多少人 利润 利润在分红 对 所以我就讲啊 这个案子 真正要告的 最重要的 而且罪也最重的 绝对是图利 这个图利就是贪污 说起来就是贪污 一个青春男 哪是这样啊 我看到什么 我看到甘不求的人 一对一个乳狗啊 疑伯的人 他没法当委员表达 把他拿出来 他的东西用黑帝啊 全的都把他 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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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在外面 枪子 落在卡 那个案子啊 今天有点 他没法当 他用救号车 上去消贡医院 钱在哪里 心就在哪里啊 所以这个 这个部分要查 我不晓得我们 检调单位开始动了没有 这么重大的事情 如果我们的检调还不动 我们的检调 真的 不存在也罢 干脆消灭掉这些检调 没有意义嘛 他们存在的目的 除了欺负老百姓之外 到底有帮老百姓做什么事 这一吃就要看他表现啊 有啊 领钱啊 吃饭啊 拉大便啊 拉大使啊 所以啊 我觉得这个案子 基本上 我看到有 有国民党他们说 在告诈欺 诈欺 图利跟诈欺比 哪个最重 而且他诈欺谁 贪污 贪污比较好 但是贪污好像不太 要查出来 金流金流 图利是贪污的一种 哦哦哦 图利就是贪污的一种 我要这么说 这里面 要告诈欺 大概就是 台农那一块 要告诈欺 就是你标示 故意标示期间 明明这个蛋已经 预期不新鲜 甚至根本就不能再吃 还上蜡 结果 结果你把它卖出去 让人民吃了 即使人民没有吃出毛病人 毛病来 你都可能涉嫌诈欺 因为这个本来根本不该卖的 卖出来的东西 你把它卖了 这个部分有可能是诈欺 然后人们 我们人民如果吃了 吃了造成了身体的健康的危害 包括可能死亡的结果 那这里就会有杀人的问题 假设 假设才有人因为吃这个蛋吃死了 当然我们现在要证明 是吃这个蛋吃死 我们目前好像还没有看到 医院不会出席这种证明 这个人的死因是因为吃蛋 没有人敢写这种 也许真的没人敢写 当然啦 用想的 所以这个部分要矩阵上是难度很高的 直接理由很难 很难 真的很难 所以我是认为 诈欺是 你是针对那个台农可以告诈欺 你甚至连超市 你都告不了诈欺 他说 进口本身蛋来了 蛋来了是事实啊 对不对 我哪里有诈欺谁 但是 超市是被图利的对象 图利者是谁 陈其重嘛 跟一干 农业部的 主管的承办人员嘛 对不对 他们才是真正的 他们才是真正的 图利自己或图利他人 这个需要查 这些所谓的自己或他人 说不定根本就是同一伙人 同一队的啦 同一队的 都是我们鸡蛋国家队的人 一讲到国家队 什么鸡蛋国家队 口罩国家队 疫苗国家队 我来昏倒国家队 好像是超前部署 但是都是钱在做怪 对啊 你说这个鸡蛋 从巴西进口 我想到都觉得奇怪 巴西开到船 开到这边要几个月 至少要一两个月 但还新鲜吗 第一个就是疑问 鸡蛋 能保存多久 快一个月 四个礼拜就已经很过分了 对啊 怎么会想到从巴西进口 而且巴西在五月间就宣布为疫区 情流感的疫区 对 情流感的疫区 根本就不应该从巴西进口来 总结而讲啦 这个无良政府啦 真是无良政府啦 还想完全执政呢 所以啊 我们司法改革党可以做的 是请各位人 老百姓 人民们啊 人民啊 你们能够啊 这个来跟我们联系 说我们一起来告发陈吉宗 嗯 告发农业部的相关承办人员 嗯 这是目前大概唯一的一条路 如果你要告的是政府 如果你要告的是台农 那当然有可能是诈欺 嗯 对不对 但是呃你要证明你有买这些鸡蛋 而且这些鸡蛋还在 嗯 如果你已经吃下肚 我们买鸡蛋很少有统一发票这些嘛 对不对 这些鸡蛋有啦 这些鸡蛋有啦 那个说那个叫做什么 全联 全联有啊 全联有啊 你要一般图 这个传统市场 只是不太可能有 不太可能有这个收据或发票的 那请你们呢 那请你们呢 把收据或发票有的话的影印本 写上你们的姓名地址啊 然后跟我们曾博士取得联系 或者跟我们司法改革党取得联系 嗯 啊 我们把大家的愿意告发的人集合起来 我们负责来写告发的状子 嗯 帮大家去告农业部的相关人员 包括部长在内 告他们土力 无良政府 对 如果要告台农 那就是告杂七 啊 如果因为吃了这个蛋 而死亡的结果 家属们就一定要告杀人 但是应该目前是没有 啊 目前 即使有啊 医院也不会开进这种直接 不容易 直接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我只能说 呃 个人的生命健康的受损啊 要证明是鸡蛋 这个巴西鸡蛋来的 这个呃 证明不容易 但是 呃 我们不排斥啊 往这个方向去告 假设你真的 嗯 吃了巴西的蛋 觉得身体不适 深的上 或者上吐下泻 或者之类的 造成你必须 这个肠胃不是要去医院看 也祝愿啊 洗 对 洗肠 或者洗胃洗肠 请你留下这些证据 我们来帮忙你们 啊 大家 一起来告这个无良的政府 我们自我们暗宗祖先 来到我们这台已经四百多年了 我们没对不起 中华民国台湾这个国家 也没对不起你高兴市政务 又警察 没对不起你这些成办的人员 我也好在那宽大 好在那跟你们说 你们要做什么我也配合 重点是我们很软啊 虽然你们说啦 有得可好吗 而且 真的到了明年一月 要下架这个政府 这个政府完全不顾人民的死活 真是可恶至极 好 这样的乡亲有听到 我们世外改革党 对社会上的不公平 的不正义的事情 真的是 一定顶力相助 来 靖哥 结论三十秒 我们从这一次的鸡蛋事件 看出了民进党政府的贪腐无能 还叫无耻 这个无耻啊真的 无耻之耻无耻疑啊 这个无耻之极 真的 我们的司法单位 特别是检调单位 你们到底动不动 办不办 今天你们不办他们 将来一定有人要办你们 代乎职守的 这个啊 明明知道有人图利 你却不办 这些检察官 调查员 该受惩处的 都应该要受到惩处才对 希望我们能够改朝换代 好好追究这些 犯案的政府官员 以及什么都不做的检调人员 这样子哦 讲得好 我们司法改革党 针对这次的臭鸡蛋的事情呢 发表我们的立场 对表示我们的立场 我们绝对跟人民站在一起 因为我们就是人民 司法改革党主席 张静 大律师 就是人民 对我们就是人民 我们跟人民站在一起 我们支持人民 我们帮助人民 我们彼此之间 一起来对抗这个邪恶的政府 无良 无品 无德 无耻 OK 好 今天这个节目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主导政策的人 我觉得这一部分的人 这一部分的高层 民进党共产党化 这是三十年来的民进党 这是过去党外时期的时代 东东都没有的 我以此 我觉得这些家欧 这些人 不但害了民进党 也会害了